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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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绚专门的焰火照亮了人们的心情 也点燃了两岸的浓浓亲情 寄托厦门金门民众对新年的祝福和期待 在曾存安开民宿的台湾居民马克告诉我们 两岸对方焰火11年 他也看了11年 看焰火成了他过春节的一个重要活动 看着金门腾空而起的焰火 曾经在金门当兵的他感慨 以前是从金门看厦门 现在是从厦门看金门 两岸民众越走越近 那借由烟花的这个活动让两岸能够一起分享这种 快年的新年的气氛 那我觉得这种民族的互动 它是应该被延续下去的 我也遇见明年甚至十年 二十年后 我能够站在这里继续每一年的去来看这个节目 但愿这种同放烟花的这种这个活动 能够变成 把它变成这个桥梁 两岸都能够共同感受到这种大家庭的幸福 这种幸福应该不远 本台记者报道 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持之以恒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一直在倡导和传承的美德 近年来 人们给这些传统美德 总结出了一个更加通俗易懂的词汇 叫做工匠精神 并将这种精神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 赋予了新的内涵 在厦门也不乏这样的新时代工匠 从今天起 下市新闻将推出系列报道 《匠心竹梦》 带您去走进 我是各行各业的技能大师 去探寻新时代工匠是如何铸就的 茶叶是很多中国人茶余饭后 仿亲拜有闲话家常的必备饮品 在闽南地区 泡茶更是家家户户的一种习惯 茶香四溢中 散发着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化 更凝聚着一份情感 在厦门有这样一位评茶师 他用四十多年的时间 去品读茶里的千般滋味 一起去认识这位茶匙张荣生 这个茶的味道很特别 有那种淡淡的像药一样的味道 这个年龄比你还要大 1957年的这个老白茶 那您是怎么收集到这样 特别老的这种老茶的呀 其实这种老茶说过很难 你懂老茶了 你才能知道这个茶 有没有这个价值 第一呢 茶的夜底的颜色 深褐色的 它慢慢泡的时候感觉黑黑 但是里面又看到茶的本色 它有明显的这个药香 木质香 泡出来的这个茶汤 清澈的 它是透亮的 一弹起茶 张荣生的话匣子就随之打开 作为精通全国六大茶类的 全国著名茶叶评审专家 那些看似毫无差异的茶叶 却能在他的唇齿间 品读出各种好坏 毫厘察觉 有人曾开玩笑地称他为 万能嘴中华名嘴 不过在这背后 是他四十多年茶叶人生的积淀 因为家乡安西盛产乌龙茶系的铁观音 从小钻研精通乌龙茶 让张荣生刚进茶叶市场 就顺风顺水 1986年 他在厦门创办了自己的茶厂 开始做茶叶出口生意 市场变大了 客户需求也随之变多 光精通乌龙茶 显然已经无法做好 把关人的工作 一次 一位台湾茶商请他帮忙 检验自己从云南带了一批普尔茶 从来没有接触过黑茶的他 没有选择卖弄经验 而是选择从头开始 那我专程就去了云南 我假装不懂得到茶农家到茶起去 深入地探讨和研究这个茶叶普尔茶 到底这个黑茶细的茶 是主要的这个制作工艺 出自技术 那几个要点在哪里 在云南农家偷试数月 张荣生对黑茶有了全面的了解 就这样 只要有不懂的茶叶不熟悉的茶系 他都会从源头开始不缺不漏 这也让他成为了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位 精通全部六大茶系的评茶师 采访中正好有人送来了一批茶 请他品鉴挑选 今天我刚好在审评我们这个五一盐茶的肉柜 就是我们会针对比如说我们一个产品 针对这些茶来进行选料 把好的我们需要什么档次的进行一种拼配 达到我们做成这个产品 针对这个食物的参照样 一生炙茶 品茶 爱茶 张荣生对茶很执着 品茶需要良好的味觉嗅觉 越权味的品茶师对味觉嗅觉的要求越高 为此张荣生坚持不喝酒不吃辣 并坚持游泳健身 保证自己感官的灵敏 在张荣生的工作室旁 他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教室 常年开设各类品茶课程 他还经常在全国各地开设公益讲座 前后交出的学生达一千多人 在张荣生看来 茶叶可以收藏 茶艺也需要传承 茶叶 茶文化 在我们闽南甚至在全国 是非常有平台的 比如说很多同事 同学 或者家庭的不喝 都是通过泡茶化解的 所以我觉得茶应该让更多的人喜欢茶 让更多的人爱茶 能够为这个茶行业 甚至为社会和谐 做出更大的贡献 建设公共停车场 近几年都被列入市委市政府 为民办实事项目 去年也不例外 记者从事建设部门了解到 去年我是寄建的三个 公共停车场项目都顺利完成 新增停车位一千七百六十四个 另外六个新建项目 也都已经开工建设 进展顺利 这处位于厦门火车站 南广场东侧的地下停车库 是续建工程中最大的项目 设两层车库 总博位数七百零二个 记者看到 车库的设施都已经安装就位 标线也施设完成 工程已通过预验收 在完成验收整改之后 渴望于今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将为缓解火车站 及周边的停车难处立 除了闹市区繁华地段的 停车设施建设之外 我是岛内住宅小区 也千方百计挖掘潜力建设停车场 马山安置房小区 近临金山小区 去年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实施改阔建工程 利用中停的地下空间 向下开挖两层 建设自走式停车场 目前也已完工 停车位配比由原来的 1比0.3提高到了1比1 总共增加了602个的一个停车位 就提升了我们整个安置房的一个品质 包括满足我们周边的一个停车的需求 据了解 去年我是三个续建的公共停车场 火车站南广场东侧停车场 双石中学方湖校区停车场 和马山安置房小区停车场 都完成项目建设 此外 海仓盐魁小学 吉美中央公园 宁保公园停车场等 6个新建项目都已开工 并且进展顺利 其中 宁保公园的地下停车场 为两层设计 总共可以提供588个停车博位 节前已完成地下室底板的 最后一次混凝土胶筑 计划今年5月完成主体施工 年底建成 值得一提的是 这处停车场 把停车设施建设 与公园建设有机结合 充分利用公园地下空间 同步实施 底下即是可以满足周边 居民的一个生活上的停车需求 上部也是给一个 创造一个良好的 一个生活休闲的技术 本台记者报道 继续来看新闻 春节假期这几天 不少市民游客 携家带口到户外休闲踏青 请倩倩带我们去看一看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天上午 记者走访岛内外的一些景点发现 趁着天气不错 温度适宜 不少家庭齐齐出动 享受长假的悠闲节奏 厦门儿童公园 一直是低幼龄儿童家庭出游的首选 上午刚过十点半 入园人数很快突破了一千人 在园人数也达到了七百多人 记者边走边逛发现 新春假节 园区里增添了不少 贴合农历青年主题的造型雕塑 吸引家长为小朋友们驻足拍照 从南京来的游客张女士 一家八口选择在厦门旅游过年 第一次来儿童公园 带给他们不小惊喜 我们张码头在这边 然后一搜了一下 看地图上有儿童公园就来了 感觉怎么样进来的 还蛮好玩的 挺适合小孩子玩的 设备蛮好的 而且有的很有创意 春节期间 厦门儿童公园的海娃剧场 也会在下午的时间段 不定期有儿童表演 这边有适合很多儿童玩的 这种设施 一般春节还是主要是出来走一走 因为今天天气也不错 而在岛内 刚刚开放的空中自行车道 可以说是今年春节长假 户外休闲的热门选择之一 远离车水马龙 避开喧嚣草杂 在半空中骑行 收获的不仅仅是运动带来的快乐 不一样的视角看厦门 城市的美景也与以往不同 平时上班比较忙嘛 然后现在放假 然后做一些这种运动挺好 对 喜欢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 就是去逛公园 植物园去那些博物馆 什么书店 给孩子一起玩一玩 今年妈妈有空中自行车道了 我们就尝试一下吧 感受一下这个骑车 一看风景不一样的视角吧 需要提醒市民的是 空中自行车道 明天起恢复正常的开放时间 到2月26号 这一个月的试运行期间 早晨6点半开放 到晚上10点半关闭 记者陈月田 陈静达报道 目前岛内外的多个公园 也早已变身花海 各色花会争相开放 爱花的您不妨也趁着假期 和家人朋友们一起来一趟 赏花之旅吧 走进原博院的海洋岛 黄色的鱼美人 粉色的波斯菊 金灿灿的油菜花 五颜六色的鲜花 在微风中争起豆艳 散发出阵阵香味 让人仿佛置身在花海中 不少市民游客 纷纷拿出手机相机 记录下这美好的画面 而在一旁的日本园里 一朵朵颜色各异的 玉金香已经生放 42个品种 10万盆玉金香 羊水仙 风信子组成的梦幻花海 岔子烟红 让人如痴如醉 园内有不少景观 是采用在去年 墨兰地台风中受损的 竹子等材料制作而成的 别有一番韵意 非常有创意 而且非常环保 都是用废旧的东西 做的东西 而且非常美 在市园林植物园的 百花厅里 正盛放着各色牡丹花 以组合盆栽 自然景观 主题造型 品种展示等 多种形式展示 品种实际上我不是很懂 但是我只看花形 还有它的花色 还有香味 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很漂亮 很鲜艳 还有各种颜色 我们那边都是 黄土高原 很少看到像这样的 据了解 这次国色天香牡丹花展 共展出了八个色系 四十多种 共两千株的精品牡丹 同时还有六个品种的 勺药 以及各色石令花卉 点缀其中 美不胜收 而平时不常见的 太阳 金格 乌金药灰等 珍贵品种 也都一展芳荣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 节后春运迎来第一个出行高峰 厦门站 厦门北站 预计将发送超过四万人次以上的总客流 从正月初一开始 厦门站已经迎来了不少旅客的出行 昨天一天发送客流有约1.4万人次 厦门北站也有1.9万人次的出发旅客 而今天出行客流继续增长 厦门站预计发送旅客1.8万人次以上 厦门北站超过2.5万人次 主要是中短途 往龙岩 南昌 深圳 福州等方向的旅客区多 有些车次甚至达到满员运载 相比之下 铁路的到达客流比出发客流数量还更多 这两天 厦门站到达客流达到了2万人次左右 北站达到约3万人次 其中除了来厦门走走逛逛 还有一些旅客是以厦门为中转 再前往其他城市或地区旅游的 接下来铁路客流还将持续攀升 周月初六将达到一个客流峰值 昨天高速厦门口的出口入口车流总量 约2万6千辆次 而从初二开始 随着自驾游人数的增加 高速公路的车流也将逐步攀升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今天的新春走机层我们继续走进军营村 一起去欣赏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农村春晚 今年已经是军营村农村春晚举办的第三年 今年的春晚和往年有什么不同 草根明星们又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呢 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大年初一晚上 海拔千米的高山村 军营村已经张灯结彩装饰完毕 因为就在今晚 一场全村人民期待已久的文化盛宴 由村民自发举办的第三届农村春晚 就要拉开帷幕 离春晚开始虽然还有一小时 村民们就已经把演出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演出即将开始 春晚后台的小演员们正忙活个不停 十二岁的高宛如平时在同安城区上学 很少待在军营村 在她看来 今年村里变得更加美丽热闹 为了呈现更好的舞台效果 小宛如去年就开始练习要表演的节目 希望借助一首歌颂父爱的歌曲 感谢父亲的养育之恩 爸爸和妈妈平时对我爱 照顾我这么多年 现在想借助春节联欢晚会 这个机会向大家 倾诉我对他们的感恩之情 晚上七点三十分 这场接地气的年度大戏正式拉开帷幕 由村里阿姨们带来的妖鼓表演 点燃了军营村春晚的气氛 紧接着村里的歌王舞后们相继轮番登场 卖力地表演起来 小演员们也不甘落后 独唱 合唱 电子琴 一个个略带原生态而又诚意十足的节目 让全村的村民们一饱眼福 台上演得带劲 台下看得热闹 有的村民卖力地挥舞荧光棒 为草坑明星喝彩 有的拿出手机拍照 留下每个精彩的瞬间 节目当然就是说会一年比一年成熟 基本上这些节目还基本上都是 一些学生 还有当地留在村里面的这些村民来准备的 看到演员们的节目效果得到村民的一致好评 为春晚忙里忙外的导演苏银板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他告诉我们这场晚会前前后后历时半个多月筹备 演出的设备服装和节目全部都由村民自己解决 三年来村民们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节目也越来越精彩 都是村民自筹 从几十块到几千块不等 其实我们也已经有了两三届的经验 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所以做起来会比较轻松 增加邻里之间的感情 然后凝迹我们村民的那个团结凝迹的力量 晚上十点左右第三届军营村春晚接近尾声 为晚会成功举办的幕后英雄们也纷纷登台 现场自己拿手好歌 台上台下热烈互动 共同欢庆新年的到来 祝大家一年感情 万事如一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海仓过大年 畅享新年味 春节嘉年华在海仓市民广场开幕 随着金灿灿的金蛋被砸开 春节嘉年华正式拉开尾幕 从今天开始到元宵节 以海仓市民广场为主会场 青椒慈系工及院前设 天竺山景区 阿罗海城市广场 海仓体育中心 海仓四大商圈等为分会场 将开展互动音乐亲子演出秀 奇宠森林跑斗大会 新年民俗文化巡游等不同的特色活动 这些活动及趣味传统亲子运动等于一体 让市民和游客独享年味 童享年味 越享年味 体验丰富多彩的活力海仓年 以上就是今天下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获取更多资讯 你也可以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微信 和开厦门手机客户端 明天见 明天见